嗅觉失灵在全世界来讲 它都是一个难题 很难解决的问题 嗅觉失灵的原因有几个 一个是说人为破坏 把周密亚逼到嗅觉失灵区给切除掉了 然后再一个就是 吸热把嗅觉失灵区堵塞住了 或者炎症把嗅觉失灵区覆盖住了 这样子都会造成嗅觉失灵 嗅觉失灵以后 伴随着一定是味觉也会丢失 吃骂骂不香了 这个情况要怎么解决 在吸一里几乎无解 那么中医的话通过宣费以后 修复这个鼻腔粘膜 把嗅觉失灵区这一块的粘膜修复好 它会逐渐恢复 恢复很大一部分 但是这个嗅觉一旦失灵以后 重新再恢复的话 是达不到原来鼎盛时期那种嗅觉的 比如说一个嗅觉失灵的 有三年五年或者十年的 一个嗅觉失灵的 修复完了之后 它只能达到原来70%到80%的功能左右